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桃园香 奇长七灵 生侠五 蝴蝶十六 飞猎手三 潮溪十七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奇长香宝香 飞猎手 潮溪至一件系 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 起池村右上角的这个中枢杏标 好,到这里往我们左手边看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是一个潮溪之一 好,来,把这只怪也清掉 好的,清了怪之后 过来拿到这个潮溪之一奖励 有机会牌强用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西南方向 地图左边角这边往来跳 好的,这里跳下来之后 在前方这里有三个柱子 这里三个柱子都给大家砍一下 右手边这里一个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这个石头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 三头砍一下 这边会出现一个挑战 回头 这边会有封场 跟着这个封场往上飞 然后上去开宝箱 宝箱在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这个平台上 高处的平台上 酬劳之外 拿到这个奇仓象 拿到之后 我们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跳下去 前面又是一个潮溪之一 好,这里来清一下怪 好了,清了怪之后 我们来拿到潮溪之一的奖励 无锦齐用 拿到这个奖励 往西南方向地图左边角 这边走到岸边 河边 在对面有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底座 我们去到那个底座的地方 河对岸 红色底座这里 好,在底座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这边这里是它的空物 捡起来 把它扔到底座上 好,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 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 去到河对岸 对岸又有一个底座 对岸有一个红色的底座 在这个底座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是它的空物 捡起来 好,丢上来 丢上来之后 我们再往河中间 南方向地图下方 南方向地图下方 河中间这一个 我们直接站上去 自己站上去 好,这bug了吗 好,那如果说 你站上来没反应的话 它就是bug了 愁劳 这里拿一下 或拿到这个基准 其他下 然后往南方向 西南方向地图左边角 去到这边的 按上 按上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有 有一个吸睛点 好,给它送到这里 然后我们把四条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河对岸 这里往上走 好,上来这边会有出发这个 什么 什么对话 求救者的 求救的流放者 这边走上来 能看到这个求救的流放者 我们站在流放者这里 把四条转到 那西南方向地图左边角 这边有三只怪 把这三只怪清掉 好,我们清了这三只怪 之后我们再回去 和这个求救的流放者对话 好,和大家对话完清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 这边往下走 这边走下来 然后在 这里有一个相对黄色的一个光点 旁边几只蝴蝶 然后还有一个锄头 这边我们把这些 这些什么赤消碟 什么什么 给它拿到这里 点击挖掘 会挖出一个 普速奇长相 或台湾用 拿到它 那拿到它之后 现在我们要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腕角 去到河对岸 刚在这个金 这个 这个什么 底座这里 细增碟的底座这里 继续往西南方向地图左腕角边往上爬 爬上前方这个平台 爬上来之后 这边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大石头 这个石头 我们看到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走过来 好 在这里是它的控 那个控物的炸 炸石头的那个东西 走过来 不要跑 好 然后 给它炸开 炸开里面是一个普速奇长相 捡起来 不好意思 捡起来之后 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往上爬 爬上来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再过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腕角抬头 上去把锚点打开 开下锚点 好 那开了这个锚点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走过来 这边有 能看到这个荆棘 好 我们站在荆棘这里 把四条往我们右手边转 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这个树的背后 中间这里把这个炸药捡起来 回去把这荆棘炸开 好 炸开之后 我们再回头 继续把这个炸药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看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过来把这个炸药放在这个底座上 让它压住 压住的话 这宝箱就解锁了 来拿到这个基准其长箱 拿到之后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方角 在这边有一个阴障仪的挑战 好 来 清一下怪 好的 挑战达成 拿到这个基准其长箱 没用 拿到这个其长箱 往南方向地图下放 这边敲下来 在前方这个房子 左侧 房子左侧 这里有一个朴树起长箱 捡起来 改成用场 捡起来这一个起长箱 然后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往这边走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经过这棵树 经过这棵树 从左手边这里走过去 好 这边是 我现在看一眼我屏幕 这里几个罐子这里 我们右手边那个是第一个房子 好 我们走过来 走过来 走过这个房子 往我们右手边 这个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个房子 从这个房子这里爬上去 好 那爬上了 爬上他的房顶 在他 在这个房子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有个阳台 西方向 房子的西方向 有一个阳台 在这个阳台上 有一个朴树奇长箱 物无尽其 好 捡起来这一个奇长箱 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 跳下来 快起来这两栋房子的中间 我们站的这个 这个平台下方 木质平台下方 这里一个朴树奇长箱 捡起来 捡起来这一个奇长箱 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 我们右上角 这个摩点 好 来了之后 直接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直接往前飞 好 飞过来直接往上走 好 接一趴 爬上来前方有一个飞猎手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有个飞猎手 如果他跑了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还要再上来一次 那他跑了的话 我们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个树根底部 就是树的底部 这里有个生霞 捡起来这个生霞 然后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跳下去 下面是一个任务 来找这个小菊 好 那这里的话 找小菊的话 又要爬上去了 所以我们打开地图 传送回去 好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回到这个树上 这一次我们用一个枪手角色 离远一些 接偷袭他 飞猎手 迷远他跑 接着我上趴 好 趴上来 枪手角色拿出来 一手突袭 然后拿到奖励 接着我们再上去 做任务 把那个猫找到 好 来 抱走这只猫 好 然后再跳下去 和NPC对话 好 那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往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双角 这边走出来 这里有一个打怪的挑战 好 来打一下怪 好 挑战完成之后 来开启这个精密奇仓向 然后到时候往东方向 地图边 这边往 呃 这个上面走 这里有一个柱子啊 好 来到柱子这里 那这边是一个精密 奇仓向的这个解密 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柱子 这里一共有四个柱子 好 东方向地图右双角 跳下来 然后东南方向 地图右双角 这边走过来 好 再然后西方向地图左双 这边最后一个柱子啊 四个柱子打了 这个中间的奇仓向解锁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双角 这里有一个这个柱子 跳起来 然后再回到这个屏障中央 啊 跳进去 拿到这个精密奇仓向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 这个东方向地图右双 走过来 柱子这里 面向 面向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啊 这里我们跳上去 跳上 跳上来 好 那上来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双角啊 去到对面最高的这块石头上 好 这个的话是一个解密 上来我们在红色底座这里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过来 把这个空屋捡起来 然后给它放过来 好 压住 再过来拿这个朴素 奇仓向而外的收获 拿到这一个奇仓向 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在对面有一个 这什么跑酷的挑战 这里直接跑过去 好 过来 这边我们开启这个挑战 好 然后的话 结成做这个蜂草 往上飞 好 然后跟着它一个光圈 好的 挑战完成 来开启这个基准奇仓向 请用 拿到了这个奇仓向 然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前方这棵树下 前方这棵树下 有一个蜥蜂叠 好 摸一下 再跟着它走 好 这里给大家送到位 再打开我们地图 我们来到头圆箱右上角这棵树下 好 过来之后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我们 touch去那个岸边 东方向地图一边 touch在岸边 岸边的石头上有一个 变成蚊子那个挑战 好 就在这里 开启这个蚊子挑战 注意自己控制 挑战达成这三个 头牢正会的三个奇仓向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把尸条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转角 在这边有一个解密 好 那这个解密把这个柱子打一下 三个柱子 给它打一下 打了之后再把这个控物 控物捡起来放到底座这里 再回头拿 起上下 又会排上游泳场 拿到了之后 我们再回到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角 再回到刚才这里 刚才 那个蚊子挑战的终点这里 好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终点这里 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我们走到 走到这个岸边 走到这个悬崖边 在对面有一个石头 对面有一个石头 石头上有一个细声碟 来摸一下 好 再给大家送到 送到终点 好的 这个到终点 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在这边 河对岸 一个潮汐之宜 来把这些怪清掉 好 清了怪之后 这里 吸尘碟也顺手摸一下 然后潮汐之宜给它拿到 酬劳之外的收获 好 接着我们再回头 回头把这个 吸尘碟 跟着它来到终点 好 那站在它终点这里 看到我们的西方 西南方向 低头左下角 在 这边岸边 又是一个吸尘碟 给它送回去 好 三个都送回来 中间的潮汐之宜解锁 我们来直接拿到奖励 有机会派上用场 拿到奖励之后 再往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再继续 再继续去到 那个 木制的 桥上 在这个桥的尽头 这里 又是一个吸尘碟 在小船上 然后跟着它游到对岸 上完之后 这边是一个潮汐之宜 来清一下 好 清完怪来 拿到这个潮汐之宜奖励 物尽启用 拿完之后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再继续来把这个 吸尘碟 摸 给它上到位 好 岸边那个炮台 是 勾子发射器 好 这里到位之后 再往西方向 地图左边 往下面走 往下面走 绕一下 不爬上去 好 然后绕过来 这里又是一个潮汐之宜 来清一下 好 清了怪 继续开启 这个潮汐之宜奖励 拿到了这个奖励 我们再继续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好 走到前方这个 歪脖子树的地方 往我们 往我们的 这个西北方向地图转角 它的底部这里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 在这条路上 又是一个潮汐之宜 来清一下 好的 那清完了怪 我们来 开启这个潮汐之宜的奖励 启用 拿完这个潮汐之宜的奖励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这里的话 如果这个锚点被开的小伙伴 可以顺手过去开一下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人们就跟着身边有潮汐之宜的奖励